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给你列举一下哮喘的五宗罪吧 第一宗罪 肺部感染 当哮喘发作时 虽然不一定每次都将你的气管所死 但是由于气管壁的甲腹层 鲜毛柱状 上皮 冲血肿胀 而导致痰一直滞留在你的气管里 这可是细菌的温床啊 细菌来了就在你的气管里繁殖 然后顺着气管就来到了你的肺 总是有细菌来骚扰你的肺 一个不留神 糟糕 肺部感染了 第二宗罪 肺气肿和气胸 由于气管变窄 导致二氧发炭在肺部滞留 这样本来一个个收缩自如的肺炮 就变得膨胀起来了 气根本就走不出去 久而久之 就成了肺气肿 如果气体再增加 你想想你吹爆了那些个气球 就知道这些肺炮未来的命运了 没错 肺炮也会被胀爆的 肺炮一爆 那些气体就来到了你的胸膜心里乱窜 这就是气胸 讲到这儿 深毒菌的胸部都有点疼的呢 仿佛还听到了爆炸声 第三宗罪 肺部脉高压和肺原性心脏病 长期哮喘是血管壁增厚 管腔变窄 气体的交换变得很艰难 这会造成肺部缺氧 而缺氧又会让肺部的毛细血管发生收缩 从而大大增加了血管所能承受的压力 最终导致肺动脉高压 另外 肖喘会连累我们身体里的另一个脑膜 心脏 血管的不通胀会在无形中给心脏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 要想把血液熟换上去 心脏就要不停地加班 长时间的超复合工作会使心脏受损 最终导致肺原性心脏病 这个就是肖喘可能会给你带来的心疾病了 第四宗罪 酸中毒 二氧化碳虽然在肺泡里待着 但也并没有闲着 它还不停地在找女朋友 也就是水 它们组建的新家庭就叫做碳酸 有点长期的人都知道这是三性的物质 可是我们人体里的酸减度是恒定的 这突然增多的酸会对人体产生巨大的压力 容易导致酸中毒 严重时可就呼吸衰竭了 第五宗罪 猝死 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的了 没有足够的氧气 人可是会窒息的 气管被锁死 那还能有啥结果呢 这里深度菌很想补充一个内容 那就是未满18岁的小朋友 如果有哮喘的话 一般可能是因为免疫力发育不完全所导致的 这就属于过敏性哮喘 如果这种病能够得到良好的控制 成年后是可以痊愈的 但哮喘和肢气管炎的病症有些相似 所以很容易出现污诊的情况 如果污诊 或者是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治疗 一旦已经折磨眼睛叫船 这就会成为他一辈子的麻烦事了 所以跟请家长们多多留意小朋友 如果小朋友有得哮喘的苗头 到正规医院就诊 治疗千万千万不要大意啊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 如果同行的人 要做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如果患者是在一个致你的环境 一定要先让他脱离过敏人 另外先让患者保持坐姿 身体前倾以利于病人呼吸 我们还要安抚患者情绪 消除他的恐惧和焦虑情绪 关扩张剂 将收缩的支气管 给迅速地扩张开来 保住患者能够顺利呼吸 如果急救条件不充分 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或者直接叫患者 送往最近的医院救治 好了 消散的知识 身都君就被你梳理这么多了 谢谢你陪伴了身都君这么久 爱我爱我爱我 求爸爸 严肃 人家是个正经的知识性栏目 我们不外忙自卖知识 祝你身体健康 摸摸他